来 爱丽丝老师 我们就来了解 什么样星座的女人在感情上 跌过胶之后会变聪明的 学到教训了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 其实就是在整个 就是要迈向幸福的路上 总是这个伤痕是难免的 可是有一些女人 特别就是在遇到这种感情的挫折 她反而能够从心痛的领悟 变成幸福的领悟 我们先来看看太阳金星上升 若在第三名 好 是觉得巨蟹座女生还不错 摆脱宿命 宠爱自己 以前可能刚开始谈恋爱或小巨蟹 就会觉得说很凉梯 很依赖 什么都要跟 然后可能电话不接不回 就开始情绪暴走 没有安全感 或是说男朋友跟他的亲友要吃饭 或跟他的妈姐要去聚会 就是不带你 就会觉得一定是不爱我的 他妈妈是不喜欢我 他一定没有认同我 是不是我上次的碗没有洗干净 就开始无限延伸 有很多的不安全感跟问号泡泡 或者是说他都吃外食 就觉得他这样一定会不健康 所以我就开始装贤惠 然后就我每天都帮他准备爱心午餐 然后从亭埔到南港 每天这样子去送 他都愿意 所以在爱里面巨蟹会从不会 什么都不会变成好像什么都会 可是他就是学不会好好善待自己 没有办法好好地爱自己 所以说经过这个挫折 他会变成一个独立的新女性 他会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他会在事业变成一个女强人 他会很有事业心 可是他宁愿单身 另外一种就是说 他会找到跟以前完全不同的对象 愿意疼他的 给他安全感的 可能一百倍一千倍的 不用他担心烦心的 那以后吃饭也不用再迁就对方的胃口了 开始会学着说 要买 要煮随便 对不对 看今天自己的口味心情如何 就是会越来越知道说 自己要过的人生是什么 就会摆脱什么嫁不嫁 生不生 这些那些的那种感情宿命 这再也没有办法绑架他 那再来我们看第二名 太阳金星上升在天蝎 我们黄医师的金星爱情就是天蝎 所以难怪爱得这么的火热 那么的激烈 所以说对天蝎来说 每一次的这个感情的挫折 就像被打骨折一样 就是浴火重生 所以他会越来越学会放下 对天蝎来讲 可能他会在这个爱里面 练习调整一件事 他的聪明是聪明在他的容忍值 他可能会更严格 也可能会更宽松 比如说可能以前 像这种已读不回 超过半小时 就会开始夺命连环扣 但是现在我可以拉长三小时 慢慢的一天你没有回算了 可能睡着了你就是贪睡 或是说可能加班太累了 还没回家之类的 或是说以前会觉得说 最好就把另一半供奉在家里面 都不要出去 就是喜欢粘 粘粘的粘在一起 但是现在可以开始放风了 譬如说可能半个月 让他跟哥们出去一次 出去喝酒一回 或者是每个礼拜一回 甚至会有一天放风 是24小时 你都不必跟我报备 以前的这种可能发票 还要对一下时间 地点 消费金额 有没有 和同边你今天是开哪一间公司 再对一下那天 你跟我说出去 到底买了哪些东西 感觉好像像是倉管一样 还要对一下你的邮表 跟你的行踪 可是现在是 你的人跟车子有回来就好 变成说他会对于 他的容忍值 他的调整是来自于 让他实际心理学 他就再也不会没有底线 或者他的底线会更高 只要是到了这个标准 或是还到这个线 他就会不接受 他会很勇于去割舍 好 再来呢 第一名最幸福的是 我们的天秤 谢谢贾靖文 有没有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隋唐 也都是这种天秤的代表 还有我们的姐姐也是 对不对 靖存姐姐 也是这种重新领悟 爱在当下 我们对天秤来说 很容易陷入在那种 不适合的关系里面 就是说明明 怕晒太阳 可是因为另一半可能 爱潜水啦 或者是冲浪 有没有 现在都很流行 他就要把自己每半小时 涂一次防晒乳 硬要根 对不对 或者是说 他可能是学佛来着 可是呢 一半喜欢钓虾 就要去学挂那个钓耳 对不对 然后要去钓 还要帮他甩脏 对不对 之前就听靖存姐 有听西过 或者是说 他可能前世被西瓜砸到死的 所以他现在看到西瓜会胖 但你就爱吃西瓜 所以他要边怕边杀 就是因为为了你爱吃 就会把自己搞得 就是说里外不是人啊 就像刚刚讲的 就是说 那个钱伯伯煮的菜不好吃 那他就属于这种类型 我不敢吃剩余片 你们家就是 每次聚餐就是日本料理 就是日本料理 我硬是活生生 也要把它吞下去 软到不行的口感 很恶心 可是他还是要吃 所以他的幸福领悟是说呢 他最后会发现说 这个真爱真的是不用等待 对的人就是对了 没有这么多 你值得更好的人 你那么好 我配不起你 我妈妈不同意 你妈妈怎么样 小姑怎么样 大姑怎么样 或者是说呢 完全失去自己的形状 我就是圆形 你喜欢方形 我就还要跟你磨合成 你爱的形状 现在这一回 你又欣赏的是菱形的 我要把自己变成菱形 搞得到最后 自己的形状是什么 都失去了 所以呢 反而呢 我们天平是会越来越磨合到 说到底我要的是什么 而我又是什么姿态 那真爱是会给你 满满的安全感 没有这么多的犹豫不决 也没有那么多的优柔寡断 所以它是属于呢 最后呢 跌过家以后呢 一定会变聪明 会找到幸福的星座